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何平 12月19号上午 深圳市赛达信科技公司的上千名员工集体罢工 抗议公司可口公司和待遇不公 大批工人走出工厂 阻塞交通 当局派出上百警力到场维持秩序 有数名工人被殴打 数人被抓 据悉 赛达信科技成立于2009年 主要制造手机主板产品 12月14号 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发生小学生被砍伤的事件 当地警方18号公布了当时现场监控画面 现已查明 36岁的犯罪嫌疑人敏应军 14号清晨在住家附近用刀砍伤一名妇女后 到小学砍伤23名学生 据报道 民营军有颠尖病时 受到世界末日谣言的影响 光山县委对首批责任人做出处理 北京大学与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由于空气颗粒污染物的增加 今年在中国四个主要城市中已造成约8600人死亡 经济损失达10亿美元 研究人员是针对北京 上海 广州 西安四大城市进行了这项研究 他们呼吁中国政府致力于将PM2.5 降低到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19号在北京发布第二部 中国反腐畅联建设报告栏皮书 这份研究显示 中国腐败主体已从个体向集团化满盐 窝岸串岸较为严重 而腐败手段也在从险性向隐性扩展 曲线收钱迂回脸财等花样繁心 而民众更担忧有关权力监督方面的难题 甘肃省夏河县本月初发生自焚事件后 该县柏拉寺五名僧人被当局拒捕 目前不知下落 而青海省黄南州 尖扎县近5000僧俗藏人 近日为自焚同胞举行了三天大型祈福法会 在星期三进行的韩国第18届总统选举投票中 新世界党候选人朴槿惠 以超过51.5%的得票率获得当选 成为韩国首位女性总统 下面请看本台驻韩国特约记者刘水的采访报道 当选第18届总统的朴槿惠 今年60岁 她是已故前总统朴正希的长女 1998年开始从政 从第15届国会开始连续当选五次议员 并多次担任新世界党前身的大国家党主席 和非常状况对策委员会的委员长 率领保守倾向的新世界党突破多次危机 帮助李明伯当选第17届总统 然后终于自己也当选第18届总统 朴正希是一名少将军人 1961年推动军事政变后掌握韩国政权 担任第五、第六、七八九届总统 截至1979年被手下击毙为止 专政18年 被认为是蹂躏韩国民主主义的独裁总统 但是在独裁专政的18年期间 她为韩国经济奠定基础 使大民国可以顺利的发展成为当前的经济大国 所以50岁以上的韩国人 大部分都感谢朴正希的政绩 认为若没有她18年的耕耘 不可能会发展出当前的经济规模 但是年轻人比较重视民主主义的进程 认为当前的贫富差距 都是朴正希在奠定经济基础的过程中 罔顾人权 发展财团企业的结果 她在当选后表示 她说这是大家一起开启的一个新的时代 我会铭记在心 我会确切地实现诸位的梦想和祈愿的幸福 朴正希将于明年2月就任韩国第18届总统 任期5年 她将是韩国的首名女总统 未结婚的单身总统 并且是妇女两代担任总统的韩国首例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何平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